不知大伙对酒楼的奖励制度可还满意 江子生满意地看了他们一眼 唇角微微上扬 灵丹 这是真的吗 崔大炮艰难地咽了口唾沫 不敢置信地盯着江子生 江子生没有说话 而是伸出左手 旗上正躺着一颗金光闪闪的灵丹 如同宝石一般 膳房再次陷入了寂静 只能听到众人粗重的呼吸声 原本他们还是看在任锦萱的份上 才来帮助这个江公子的 而现在 单单是他的这些奖励 就能够让江子生赴汤蹈火在所不辞了 我等誓死效忠江公子 万思不辞 那些厨子通通跪了下来